说起FMVP,尤其是15年的FMVP,是库里球迷心中永远的痛 而根据美国媒体曝光的一组数据,让人不由心生怀疑 库里15年错失FMVP,是不是真的有黑幕 根据美媒统计,库里是NBA成立75周年来 唯一一个两次在总决赛第四节至少砍下17分的球员 而这两次全部来自于2015年的总决赛 而库里也是历史唯一一个 能够在总决赛场均至少得到25分五蓝短五助攻 却无缘FMVP的球员 那一年总决赛,库里场均26分五蓝短六助攻 而FMVP获得者伊格达拉,场均近16.3分 有库里球迷表示,15年的FMVP就是有黑幕 而且由于库里的球鞋代言是安德玛 导致联盟和耐克联手打压他 还有库里球迷表示,库里没拿到这个奖 这个奖项的遗憾 不过也有网友反驳称,库里全票MVP的时候 也是受到耐克打压了吗 伦纳德19年还和耐克打官司呢 最后不还是拿了FMVP吗 所以耐克打压论,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 那么你觉得2015年库里措施FMVP 究竟是表现欠佳还是另有黑幕呢 我在评论区里等待您的回复